這個如果你要問這一題的表面積一樣嘛 反正表面積都是底加什麼? 底面積加側面積 好,今天的蛋糕長得非常奇怪 可是如果給你,你要去切成每一個人都一樣大小的 你絕對是切成這一個形狀 對不對?直切,然後丟給每一個人 所以黃色就叫做底面積 好,那這個怎麼算? 嗯,我就用 我就用右邊加左邊好了 反正這一個叫做15加這個多長? 13跟10跟什麼? 15 好,13,謝謝你 38,所以15乘38加上左邊那一條叫做10乘20 直接寫200,OK 所以這個T字形算出來之後乘上兩倍 那是不是就是前後了? 對 好,15乘38乖乖乘一下 對 所以5,190,38,570 570加200是700乘2 15 40 第一個搞定 但是這個值是什麼而已? 底面積嗎? 好,底面積搞定 再來 再來,側面積呢? 我說側面積是 側面積是一個 你看喔 1234 這裡也有,這裡也有 所以整個側面也是一個什麼形? 長方形嗎? 好,那我把那個長方形 做出來一下 第一個,你知道這一條多長? 24 謝謝,24 那這裡的長度,我講過了 它其實就是這個底面積的周長 OK,這一個那麼長的東西 就是底面積的周長 也就是我現在畫的這些 全部加起來 那你是不是可以一條一條加? 好,除了一條一條加以外 我把它大概畫一下 好,所以我除了一個一個加以外 來,剛剛你們說這裡值的叫做 38 這裡叫做15 而這裡叫什麼? 20 所以你看喔 如果我今天要算這裡的周長 有一個更快的方法 這一條不要往外 往左邊 這一條不要往右邊 往上嘛,對不起 這一個往下移 這一個往左移 所以我就是38加 來 這是不是35 20加15 這是不是35 所以這個L叫做35 加38 所以叫做73 兩倍 146 OK 所以我剛剛底面積的周長 就是146 最後的答案 24乘上146 好,我們來請一下看答案多少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就好了 所以146乘以24 4624 446 268 5 2612 292 4053 3504 所以這個叫做 3504 所以最後加起來的答案 數字不漂亮 5044 平方公分 就算是對 一個 15分